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个时间区域当中 每次播节目图就是以直播的方式播 就跟现在其实概念是一样 大家看到最先看到的就可以更快别看 就是时间上更强 大家现实感也比较强 那现在可能可能YouTube会有一些限制 如果我们播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刚刚出来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一个多小时 快的大概有15-16分钟 现在在法国正在爆发暴动 你可以把它叫做暴动 在法国不同的城市 那这像这种新闻呢 按照推特上说的 按照YouTube上说的 有些他就可以给你疯掉 因为暴动嘛 他就肯定有所谓暴力的场面 对吧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解释说 可能如果我们成熟的时候 会转到其他平台 因为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就跟说法国的暴动状况 画面比较残酷 就是你看都是光火 朋友想去看 你就去查在法国 你打入法国的名字 比如说法国 In the street 法国街道 你就这么打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延续 你不太会英文 你只要打进法国 打进街道 你就可以看到那种 从昨天到 昨天开始 他跟一个来自非洲那些信仰有关 我们不想说那个信仰叫什么名字 他们在相当程度上 那个宗教 那个宗教呢 那个信仰 信仰这个暴力 法国自己接受那么多的 移民难民的方式 是自己 法国自己接受来的 跟今天的法国本身的衰败是直接相关的 本土的文化 接受外在东西 特别是以宗教的方式进来 杂种 就是杂种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这个文艺复兴的结束是在威尼斯 在威尼斯结束的最大的标志 是威尼斯的那个教堂 那个就是那个教堂 最有名的教堂 而如果你看看那个威尼斯的教堂的 他的解释就是 他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不同的宗教派别 那个有名文化上是杂交 就完蛋了 这就结束了 对不对 那谁家种族一那样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说我不信你得人权平等 我觉得非常荒谬 非常的荒谬 什么叫人权平等 共产主义 就是变种的共产主义 所以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马克思他为什么叫思想家 人叫思想他把人全毁了 把在理论上最大理论上论述上 最大限度的吻合了人们贪婪 阴邪放纵的最邪恶的一面 结果后来的人把他称为思想家 因为从他身上得到好处了 对不对 所以十九世纪百年来最大思想家 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开始在那忽来了 忽伦忽来了 共产党出现了 对不对 苏维埃出现了 共产党诞生了 其实是这个才 所以那你现代人讨论就是那样 那法国呢出现的故事 是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那结果在昨天街区 很多人去把那个网路边上停的汽车给烧了 给点了 点了就后来爆发冲突了 那肯定呢 警察就输了 冲突了 冲突之后呢 警察开枪打死了一个17岁的孩子 大概 那一下就更热闹了 那肯定更热闹 法国的年轻人失业率17%是18% 马克龙干 然后马克龙自己还不够他忙活的 就得这儿去要宣传大阔那儿要平息 自个儿就整这儿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现象 是一种表象 但它在爆发的那个你看那个火爆冲突的力度 蛮厉害的 我只是做新闻跟大家这么分享 那法国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 是道德沦丧活该 道德沦丧活该败落的过程 都跟自己的国策有关 那你国民选择了它 是国民的选择 那国民选择这么个东西上来 就成了这样的 这就是故事就这么来的 这是吻合着一种真正天象的变化 我自己以为就吻合 大家看到的日子就是大审判的日子 大家看到的故事就是大审判最终那一下来临的过程中 谁都无力扭转 谁都无力扭转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现在看到的故事本身 昨天在推特上看到另外一个在哪 斯德哥尔摩是哪 瑞典 然后马路上一群人在游行 就那个用黑布把自己哪都裹上的 然后在那跳舞游行 然后喊着什么 这要去哪要去哪要去哪 甭管上天堂下地狱 反正就就这么喊着 那瑞典人就看傻了 看傻了 对不对 那瑞典人是什么 叫人道主义 对不对 那人道主义是什么 人人平等 生来人人平等 都是以这样的口号弄来 弄来之后呢 把他们干掉 是不是 把他们干掉 那你得忍受 你得活该 是因为你认为的爱呀 对不对 有朋友说 涛哥你嘲讽爱 那不是什么嘲讽爱 我还是说你最简单的话 你不能把妓院当成家吧 你能把妓院当成家吗 我个人上年 我上学的时候 那个同学里头 有的妈妈是干这个 西四红楼电影院 就是妓院 我们的年代 那红楼电影院可漂亮 妓院都比家漂亮 做生意的嘛 所以那个地区就那样 南四中也是这样的 习近平上学的地方 也有这个 但不多 我们穷人上学的地方 有这个 其实这穷 福尔街小学就有这个 所以他的母亲是干这个 当然他没父亲 不知道爹是谁 所以故事就这么来的 那这个东西 一直就这么延续 当一个社会败落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长生 人们没有别的地方去 只能奔那去 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 就是这么来的 而马克思主义之前 法国大革命 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 所以我以为 就是哪来哪去 如果法国真的出现 更大的暴动 更大的混乱 更大的暴动 我个人以为 就是他是一盘 就是欧洲呢 你就会看到真正的衰败 欧洲会衰败 无论是乌俄战争 法国动荡 那个英国那儿胡来 还是瑞典那儿 北欧把那个移民都弄进去了 然后把自己给整了 都是把文 就是曾经的他们辉煌的文明 透过自以为是的方式毁掉 而毁掉他们的是政府的行为 是政府的行为 所以我自己以为呢 大家看到的故事就会更多 会变更多 整个控制不了场面 而这个法国爆发的故事 跟北美的那些社会里面 甭管是LA也好 旧金山也好 西雅图 现在已经延伸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遍地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而且他们去抢占有钱人的地方 那但是社会政府会保护他 对不对 然后警察会无可奈何 因为不支持警察 政府就不支持警察 他就这样 那从西海岸已经到了纽约 对不对 到了纽约 到了新泽西 大乡城 就到了美国的东部地区 那加拿大的东部地区 还没看出来 但是呢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入室抢劫 丢汽车 汽车丢了 警察根本不管了 在今天加拿大的多伦多 好车丢完了 警察就跟你说 这车已经没了 什么意思 那政府上层 有那么一群大社会的人 控着着汽车 对不对 现在在北美 你想买日本车 买不着 得订车 订个三年五载的 才有车 配件 根本就 你也能 修车很贵 旧车也很贵 偷车的人 跟这个修车行 拆车行是一起的 车偷完了 就把车拆了 拆完了 就把配件卖 你去报警 警察直接跟你这么说 你再网上报一下 反正这车也没了 我自己认识的朋友 买了一辆灵智的腕 我也没听说 我买一辆 家里有钱 买一辆灵智的腕 六天这车没了 所以故事就这样的 发生 就这么发生的 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这都是在打土豪分天地 对不对 人们在缺德的背景之下 崇尚着民主自由开放 这就现在出结果了 所以会烂下去 但烂到 还会烂下去 烂到一定时间